核四爭議 服務院黨為了表達善意 馬英九總統今天是邀請了 民進黨主席蘇娟昌 來進行歷史性的馬蘇慧 在稍後十點鐘在總統府就要舉行 目前最新我們立刻 連線王若震來帶大家掌握 右鍵請先 好主播馬總統任內 第一次在總統府會見 在野黨主席馬蘇慧 在今天上午的十點鐘 馬上就要登場 那麼當然這次的會面 最主要是要針對最近 因為前民黨主席林英雄 近時引發的反核四風波 來進行商討 而事實上呢 就在今天馬蘇慧登場之前 昨天晚間在國民黨黨中央 尤其任院長江一華 以及立法院副院長 洪秀柱領前來主導的 這個黨團大會呢 已經做出了最新的決議 那麼核四呢 在馬總統任內不運轉 而且呢 要進行封存動作 那未來是不是要運轉 要透過公投來決議 換句話說 其實執政黨已經釋出了 這樣的善意 在總統任內 甚至2016之前 核四都不會有任何運轉 甚至放入燃料棒 來熱機測試 或者是熱機運轉的動作 但這樣的動作呢 被外界 儘管被外界視為是善意的釋出 不過針對呢 民進黨持續堅持 應該要修改 公投的門檻 這件事情 其實在昨天的黨團大會中 依舊堅持呢 這個公投的門檻 是沒有修正的空間 那麼事實上 在今天 馬蘇慧 蘇文昌 也將針對核四到底要不要停建 注意 並不是蓋完不運轉 而是直接宣布停建 以及未來的核四公投門檻 要不要調降 持續來和馬總統 做議題上的討論 還有交鋒 稍後來自從府決定狀況 走進中間新聞 我們隨時為您插播掌握 請問這鏡頭 請問鳳梨